记者刘兵权南投报道,南投于池乡全境于6月11日被划入少族传统领域,未来公有的大型开发案,都需经部落会议同意才能进行,为原民会从未下乡说明,宣导部族造成乡民强烈反弹,甚至引发族群对立,今原民会首度到于池乡举办说明会,针对开发须经资商同意项目制定过于细索, 引发受制少族,包山包海疑虑,将检讨修正,避免争议,在说明会上,乡内多数村长反对传领划设,要求撤销公告,甚至有人份而离席,其中大林村长,同时也是村里常联议会总会长的赖建成认为,若只是要呈现少族在于池乡的历史事实,仅需从教育宣导助手即可,何须公告划入, 由其开发建设还需少族资商同意,甚至社区道路,停车场等也包括在内,包山包海让人无法认同,希望传领划设范围紧纳涉及少族聚落的日月村, 其他各村应排除原民会图管处长杜章梅庄回应,传领公告均按照程序进行,是否撤销要在市县府,乡公所提出的夙愿等行政就计而定,目前较举争议的是施行办法细则, 其中条列都像虚经资商同意的开发太阳,引发民众不安,虽然只有亲害少族权益的重大开发案,才虚经部落资商同意, 且乡公所对于资商必要性,也有初步审认权,但未免除乡民疑虑,将会检讨修正,可能改成以规模,嫌误设施等标准认定,避免遭扩大解释, 于此乡长陈锦伦说,传领公告引发乡民不安,甚至撕裂族群间的信任与和谐,原民被应考虑暂缓,尤其条列开发太阳过于细索, 虽然现阶段原民会,部落军口投称相关建设不需资商同意,但缺乏民文规定,日后恐衍生更多争议, 原民会应审慎音音,并判有善意回应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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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